戒定会议 是一切菩萨 修行成佛 最高的指导院子 没有一个是另外的 我们看到 近代中国外国 许多修佛的人 在家出家 一生都没办法拯救 名言在哪里呢 没有遵守这个原则 特别是戒学 戒定都不要 就要智慧 这智慧怎么能成功呢 所以他那个修的时候 他不是智慧 是常识 把佛 这个佛学 把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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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佛就变成佛学了 变成一种世间学书 过去讲嘛 变成哲学 一般大学 在台湾 这学习里面 都有佛经 这课程 那个心 讲得天花乱坠 那个里头 不需要解 不需要听 禅宗讲故事 讲公安 讲到大家 小兮兮的 好好大学 神迹上 连禅 别人都没摸出 所谓 口头肠而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